美國情報官員8號向媒體透露 俄羅斯駭客是導致卡達斷交危機的關鍵之一 他表示俄國駭客上個月23號 入侵卡達國營媒體網站 發布一則假新聞 描述卡達領導人跟伊朗和以色列友好 同時質疑川普的執政能力 一管卡達政府事後澄清是假新聞 但已經加深周遭鄰國不滿 卡達官員也證實 FBI已經前往卡達進行調查 近期就會公布結果 巴黎著名觀光景點聖母院6號發生襲警案 一名男子用榔頭攻擊警察 但隨後被警方開槍制服 雙方的傷勢都不嚴重 這起案件被視為恐怖攻擊 警方表示兇嫌疑次來自阿爾及利亞是單獨犯案 雖然事發後自稱是哈里發戰士 但與伊斯蘭國的關聯有待釐清 這也是過去一年來 巴黎市區內第四起 針對軍警人員下手的攻擊事件 英國國會將在8號全面提前改選 各家最新民調差異不小 多數預估手下美伊的保守黨 仍是國會第一大黨 但結果從大幅增加席次到失去過半優勢都有 為了掌握更多國會席次降低脫歐談判的阻力 美伊4月宣布把2020年大選提前到今年 但曼城恐攻和倫敦橋砍人案發生後 保守黨民調加速下滑 可能會打壞美伊的如意算盤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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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